辞到腹中毕业生吴奇岩 受邀到吉隆坡静思书轩心灵讲座分享 畅谈成长之路 今年25岁的吴奇岩 目前到英国念戏剧系 以前他是长辈眼中的问题孩子 父母的坚持 加上后来体验到慈悸学校学习 在爱的教育下 他还荣获全台湾杰出志工奖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优点 上人说的 一个获得的被子换一个边 还是完整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看我是过动额 那就像志工一样把我换一个边 我是一个高能量的人 所以高能量的人 总有一个地方需要高能量不是吗 齐岩以前的家教老师也来到讲座现场 看见的是孩子的成长 这个孩子会很体贴 好像我去他家教姑息 他会自动地去短水过来 他会加到一半 他就站起来看 我喝完了 他就自己拿去 再给你再盛水过 我看他今天这样的一个 我真的说他是一个成就 只要不放弃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棋言是最好的例子 讲座会透过先生说法 让在场听众学习从孩子角度看世界 以爱陪伴成长 大爱新闻 这三美职工陈志仲 马来西亚报导 马来西亚报导 各位主动技能 说法师师 说法師师 感谢观看